女儿被父亲抓住头发摔在地上毒打 一旁的奶奶却视而不见 甚至她也对女孩拳打脚踢 开着机车就狠狠向女孩撞去 可是即使这样过分 警察也拿他们没有办法 因为女孩父亲在镇子里开了个渔场 掌握着小镇的经济命脉 况且女孩并不是她的亲生女儿 她是跟着妈妈改家过来的 妈妈受不了养父的家暴 就扔下女孩自己跑了 无依无靠的女孩只能依赖养父生存 长时间的家暴让她变得孤僻沉默 同龄人也会时不时欺负她 女孩糟糕的生活状况 直到女警的出现才有所改善 女警从大城市调到这个小镇当警察所长 她来到这儿的第一天 就赶走了欺负女孩的同学 还把殴打她的养父女送到警察局 严厉警告她殴打儿童是犯罪 但对方却一脸无所谓 说父亲教训孩子本来就天经地义 然后大摇大摆地离开了 女警知道她不会改正 便格外关注女孩的情况 也知道了女孩的名字叫道西 这天学校放了暑假 女警外出执勤时又一次见到道西 她孤零零地站在操场里一动不动 看来是怕回家再挨打 女警把她带回了自己家 给她做了杂酱面 道西狼吞虎咽 女警问她是不是经常挨打 然而道西却替养父便捷 似乎在她心里 养父喝了酒打她是一件很正常的事 女警郑重地告诉她 大人不应该那样打小孩 道西只是若有所思的点点头 或许是因为女警三番两次帮了自己 道西和她渐渐亲近起来 她会跟着女警回家 会开心地在她面前跳舞 这天晚上 道西突然敲开了女警家的门 她一身狼狈 满脸泪水 女警知道她又挨打了 可还来不及找到养父算账 就接到报警 道西的奶奶死在了海边 女人放松地躺在浴缸里 小女孩却突然闯入 女人有些愣住 但还是给她让了位置 道西缓缓坐下 背上触目惊心的郁伤也显露无遗 而这一切都是养父的杰作 原来道西的奶奶因为意外死在了海里 警方经过调查判定奶奶是酒后坠牙身亡 但养父并不接受这个结果 她认定是道西害死了自己的母亲 更变本加厉地虐待道西 为了道西不再挨打 女警将她留在了家里 还赶走了醉醺醺上门 要道西回家的养父 女警给道西做饭 带她去购物 一起去海边玩 道西脸上的笑容多了起来 渐渐恢复了属于小女孩的活泼 长时间的亲密相处 还让她对女警多了一些微妙的独占语 但一个女人的到来打破了这种瓶颈 她看着女警的眼神郁郁害羞 就连道西也察觉了他们之间诡异的气氛 看着女警跟着女人离开 道西满脸的不高兴 原来女人是女警的女朋友 鄙视韩国社会不能接纳这种特殊的感情 这也是前程无限的女警 被降职调到这个小镇做所长的原因 女警为了工作放弃了感情 心里也不好受 特殊的感情和周围人的排斥 让她活得像一座孤岛 没完只能不停喝酒买醉麻痹自己 这次前女友找了过来 就是想跟女警重新开始 然而两人情难自禁的一幕 恰好被养父看到 这个无赖抓住了女警的把笔 女警有些坠坠不安 一旦她把这个秘密传开 小镇上的人思想守旧 自己一定会身败名裂 果不其然 过了几天 养父因为非法拘留外来劳工被逮捕 对女警不满已久的她 举报了女警性骚扰未成年 女警被带去警局接受审问 面对警察的质疑 她耐心解释来龙去脉 但由于她的特殊取向 警方就认定她对道西有其他企图 女警愤怒却无言以对 但她没想到 不知情的道西面对警察的询问 竟然想象出一些莫须有的情节 成功引起警察的误会 直接坐实了她的罪行 看到女警被关进看守所 而打人的养父却被放了出来 道西终于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她无法接受这样的结果 送道西回家的警察给了她联系号码 跟她说如果爸爸在打你 你就打着这个电话 道西看着手机里的号码 不由地陷入了沉思 晚上她乖巧地给养父倒酒 面对养父的暴力也毫不反抗 等到她喝得烂醉 她悄悄来到养父房间 脱下了自己的衣服 女孩脱光身上的衣服 赤身躺在喝醉的养父身边 小手沿着领口伸进胸膛不断抚摸 听到养父发出粗重的喘息声 女孩转身就拨通了报警电话 接着开始大哭 手不断拍打地板 警察很快冲了进来 养父被逮捕后才明白过来 她被眼前的小女孩耍了 随后道西来到警局 推翻了自己之前的所有口供 她说之前的话都是养父逼她说的 自己不听话照做就会被毒打 女警因此被放了出来 但她并不相信养父会做这样的事 她找到道西 问她是不是故意的 小女孩并不是她外表看上去的单纯无知 女警还问起之前奶奶坠牙的事 道西不说话 只是泪汪汪地看着女警 看着她的样子 女警什么都明白了 但她没有办法怪罪这个可怜的孩子 艰难的成长环境 让她比同龄人更成熟 也让她苦不堪言 女警嘱咐道西好好上学 照顾好自己 而她已经决定离开这个小镇 忘记这里的繁星室 离开的路上 同时说起道西不像个小孩子 更像个小怪物 因为妈妈的抛弃和周围人的虐待 她在漫长的苦难和折磨里 被迫长出獠牙来保护自己 这一切都是因为没有人保护过她 而现在 那个小兽一般的孩子 又要独自面对风雨了 女警越想越不忍 她停下车 跑回去找道西 决定带她一起走 看着女警去而复返 彼此的陪伴 重新焕发光彩